就是《莲花屋慈堂》的戏 就是拋戴那场戏 就是听说整个剧组都是跟着一起都快哭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整个戏 哪一场 哪一场 拋戴的那一场 哦 你的主场你发言 我那一场昏迷 我的话就是 一直 就是想问就是 魏无线为何不待见 然后终于知道了 他这么多年来的就是艰辛跟辛苦 然后我再误会他 这样就是很自责 对那那场戏 因为这场也有哭戏嘛 这场跟《穷奇道》的那一场 会更喜欢哪一个 《穷奇道》 《夜》的那个哭戏 这场吧 可能更为虐一些 然后那场戏就是魏无线 虽然是昏迷的状态 但其实应该情绪波动还挺大的 但我看表面还挺 就是我也知道 昏迷 昏迷 昏迷就没有波动了吧 所以当时演戏的时候 有一些心理波动 我演戏的时候就是想着 睡觉 想着摇 摇摇摇 挺不住 因为那个时候是 要压的 就是我们要找一个 要拍得到我 也拍得到他的角度 所以我们俩都得使劲 他腿也得使劲 我腰也得使劲 就得hold着拍 嗯 然后这个花絮 其实大家都很爱追嘛 你没有去追过一些花絮吗 花絮吗 对 就是偶尔会看到发出来一些 然后会点进去看 对 所以莲子的那一场 就是剧组的莲子 到底好不好吃 它是看运气 就是莲子里有的会有好 有的会有坏嘛 这个是个机遇题 对就是 有的就是里面会有很甜的 苦的非常苦 真的 非常甜 对 所以那个苦的是一波老师 故意给 没有故意就是 但是但是你 那你拿给我的时候 应该是说了很好 是甜的 然后我才会吃 我上一个吃的是甜的 那谁知道我下一个 拿出来就是苦的 然后之前一波到现在 就周边的生活 有些什么变化 周边的生活 对 变化吗 好 前两天张老师 都去下门录节目了 然后我说 回去自己洗衣服 哎 其实我 我说过这个话 但是 确实我回去 是要搓我的T恤 但是我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那一杯一杯的 再 在线PR 但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但是我的衣服 确实是我自己洗的 这么借铁器 谁不洗衣服 你她的衣服也自己洗啊 洗衣机 就是洗衣机也是自己洗嘛 亮也是自己亮嘛 收也是自己收 叠也是自己叠 对对对对 对啊 好 然后前两天两位的微博的粉丝说又到了一个新的整处嘛 就粉丝都在催说有没有一些新的整处 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机会 就是可能 我这边可能会有一个fellow的吧 嗯 黄老师呢 我还不知道 对不起 好 然后 想 就是几个快用快打啊 就是用一首歌来形容对方 用一首歌来形容对方 对 男孩 男孩 哈哈 那首歌是什么年少有为 啊对 年少有为 哇 给对方的微信备注是什么 王一博 小展 嗯 你们俩的胆子谁会挣大一点 胆子吗 对 其实还都挺大 都差不多 嗯 之前有有爆灯 我看肖老师有被吓到 然后包括王老师也有 看那个屏幕有被过一下 哦 对 那天爆灯我们俩没料到那个灯啊 他会突然爆了 而且离我们挺近的 拍巴刹那天的时候 哦 对 突然就爆掉那个灯 然后 他是 我是可能比较怕那种 就是突然声音巨大的那种 就是突然惊吓的那种 他可能就是比较怕 怕一些灵异事件啊 对对 黑暗的那种 虫啊什么的 嗯 然后想聊一下对未来的规划 小老师有说过20年后的退休 20年后 对 现在还有这个打算吗 20 有啊 哈哈哈 真的要退休 20年后50了不退休 哈哈哈 继续拍啊 拍戏 然后英国老师现在也是创立了自己的潮牌嘛 就是能想听听是什么样的契机吗 就想做吧 想做一些服装 老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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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送起先没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当然 当然 有考虑请肖老师当设计师吗 告呼 哎哎哎可以耶 真的可以啊 因为 可以啊 出个什么 就你给一个亲友假好不好 哈哈哈 免费免费 哦哇好吧 好好好 联名一下 可以可以 不信 看我的 没了 哦 他是把老忘记跟我做了一个切换是吗 哇哦 酷 酷 蛮酷的 来 赞哥 这是一个怕狗的片段 没事 你拖一下看一看 是吧 就怕狗的这个片段就是 好的 看完了 我知道萧老师现在养猫嘛 然后前一阵说自己也喜欢狗嘛 对对对 这个变化是 其实我一直都猫狗我都喜欢 因为我养猫是因为我的时间和那个照顾它的能力有些 我就想我能做到最好的就是猫猫它可能 不会那么黏人 对不会那么像狗狗需要人类的陪伴 所以在我目前现有的条件里面 我就选择了先养猫 但是如果以后我有时间和有能力的话 我还是会养一只狗 有吗 有音乐 天子笑分你一谈 再再再说一遍 天子笑分你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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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第二个 还有滑 滑雪 好 没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